宜蘭羅東鎮的一處公有停車場 因為缺乏管理 停車亂象層出不求 最近還有車主把車輛 隨意停放在入口處長達了一週的時間 嚴重影響到其他車輛 有民眾一氣之下 在車輛的門窗還有擋風玻璃上 插滿了樹枝和雜草 對此公所表示 將會請警方協助聯絡車主 在未來也會化設停車殼 防止亂象再次發生 轎車擋風玻璃 門窗 全被插滿枯枝 雜草 還有一些廢棄寶特瓶 飲料杯 因為仔細一看 這輛車停的位置似乎不太對勁 這輛車已經嚴重微停 一旁還有三輛也大辣辣的並排 停在停車場入口處 嚴重影響其他車輛進出 因為很常有人亂停 因為不用捲 有時候人家那種 很久不想開的車都把它丟進去 實際回到停車場 可以看到該處空間是一個大空地 並沒有化設停車格 地點就在宜蘭羅東鎮東夷三路上 因為臨近轉運站以及火車站 又屬於公有免費停車場 卻造成停車亂象層出不窮 就有民眾目擊到車主貪圖方便 佔據停車場入口 拜託警方先幫我們把車主的資料先協助找出來 我們才可以通知 近期我們就會去公告 請常常停在那裡要先清空 我們會進行相關的初步的規劃 公所表示會請警方協助聯絡車主 同時也提醒民眾亂犯枯枝垃圾的行為 可能會涉及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以及廢棄物清理法 民眾再怎麼棄也千萬別以善事罰 記者宜蘭綜合報導